白宫新冠疫情小组周二宣布 美国境内目前没有发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接下来将在各州以及大型的国际机场加强检测 同时白宫也表示将继续向各国提供免费疫苗 相信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 耀义 在卡拉 像我们在谈这个疫苗之前 还有变种病毒之前 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突发的这个breaking news的消息 可是我们知道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在前两天宣布了说 台湾要在美国的关岛来设立军事代表团 那么美国也在昨天国防部宣布了 美国最新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的报告 那么今天美国之音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 第一个是在这个军力报告当中 台湾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另外呢就是这个台湾要在关岛设这个军事代表团 这个方面的这个美方是否乐见其成 那么对此刚才就在刚才几分钟之前呢 一位美国官员回应我的问题 他说的美国承认台湾已经公开表达意愿 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可公布的事项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同样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与长久以来的美国承诺保持一致 也就是台湾关系法最终三项公报 以及对台六项保证 这是针对台湾要在关岛设立军事代表团 一位资深官员给我的回应 那么至于台湾将在美国国防部的 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资深官员表示这个问题要由国防部来做出回应 那么我们也知道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 也就是在今天11月30号召开的新闻简报会 在会上呢 国家过敏病人研究所所长 同时也是白宫的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 就提供了目前国家卫生院所了解的 关于这个Omicron变种病毒的资料 首先呢 他说这是在11月11号在博茨坎纳先发现 然后11月14号在南非也发现 11月26号世界卫生的组织宣布 这是COVID-19第五个值得担忧的变种病毒 他比其他的变种病毒进行了更多的变异 大概约50次 有些变异或影响到传染力以及抗体 而且目前有18国已经通报了有205名的确诊病例 而目前美国的国家卫生院对于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评估呢 他说在传染力上面或许可能比原始的COVID-19病毒更具传染力 那么比起其他的变种呢 可能跟他们一样都会出现这种免疫逃脱的现象 但是目前的疫苗呢 还是可以来避免重症 那么至于这个病情是否会更加严重呢 国家卫生院的资料表示 目前病例不足 难以进行分析病情事件是否更加严重 不过呢 从南非的病例来看呢 并没有特殊的症状 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 这个美国CDC的主任瓦兰斯基也说 美国境内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变种病毒 我们看一下他在今天的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Right now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Omic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lta variant remains a predominant circulating strain representing 99.9% of all sequences sampled Currently CDC is expanding a surveillance program with express check to JFK, San Francisco, Newark, and Atlanta airports 4 of the busiest international airports in the country This program allows for increased COVID testing for specific international arrivals increasing our capacity to identify those with COVID-19 on arrival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hancing our surveillance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那瓦兰斯基也说呢 除了在机场之外 也将与各个地方政府与州政府合作 在全美各地扩大这个检测的能力 此外呢 美国从周一开始禁止了八个非洲国家的旅客入境 而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等国 也紧急宣布各种入境限制的政策 那受到几个影响的国家 包括像南非等等都说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做法 而美国CDC的主任瓦兰斯基呢 他在记者会上是特别感谢南非的即时通报 白宫新冠疫情小组协调官丹恩斯表示 美国将持续协助各国接种疫苗 来控制全球的疫情 不过这个福奇医生表示 虽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提供最多免费疫苗的国家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有些国家收到疫苗之后 却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 我们来看一下福奇医生在这个白宫是怎么说的 We have promised or given 1.1 plus billion doses 275 million of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given to 110 countries one of the frustrating aspects of this is that the logistic capability web其实账应 into people's arms in southern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 other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s really very difficult and in fact many of the doses that have been shipped have not been used and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ve actually told us not to ship any more vaccine because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adequately utilize it.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